HELLO 大家好,我是婷 每次我在影片中提到 SCP-001 時 就會出現 SCP-001 不是資料卷嗎? SCP-001 不是守門者嗎? 這類疑惑的留言 這邊為大家解釋一下 SCP-001 目前有 34 個提案 在設定上,為了防止 SCP-001 的真相洩漏 SCP-001 中有 0 或多個是偽造的 而 1 或多個是真的 簡單來說,至少有 1 個是真的 但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的 這導致很多 SCP-001 之間的內容 其實是互相矛盾而不相同的 在早期, SCP-001 大部分都跟基金會的起源有關 但後來越來越多樣 也不一定和基金會的起源有關了 另外, SCP-001 的文檔最前面 會有一個磨音抹殺觸媒 沒有權限的人觀看會導致心臟停止 應該不用我多說,這當然不是真的 這次會分享下兩集 簡單為大家介紹全部的 SCP-001 SCP-001 是一疊簡單的文件 左上角被裝定在一起 封面寫著 關於特別對象的秘密報告 機密 每當打開時,會出現一個 SCP 的介紹 並且不久後這個 SCP 就被發現 而每當新的 SCP 被發現時 也會發現文件下方出現關於這個 SCP 的介紹 無法確定 SCP-001 導致了 SCP 的出現 還是只是預知它的出現 SCP-001 是一個灰白色的人形生物 有硝瘦的身軀 細長的手腳 灰色的皮膚 巨大的頭部和嘴 嘴中有個巨大的眼球 它能製造微小的起點 用來傳送和防禦 雜實性 人類也是食物之一 SCP-001 是第一個被發現的異常個體 當時基金會還沒有建立 雖然 SCP-001 也沒有項目等級 一位博士創造了他的收容措施 後來在測試中意外死亡 這位博士名叫 Herman Keeter 也是 Keeter 分級的名稱來源 收容 SCP-001 的地方 後來也發展成了 SCP 基金會 SCP-001 是一個巨大的人形個體 具有100人燒著火焰的劍 SCP-001 守護著一扇門 所有進入到一公里範圍內的個體 都會被消滅 對他採取敵意行為 不論距離都會被消滅 SCP-001 能對人類下達命令 基金會也是在他的命令下建立 這個被守護的地方 推測應該是聖經裡的伊甸園 然而 SCP-001 就是聖經裡的紀錄伯 也叫做智天使 SCP-001 是一個光滑 橢圓球形的黑色瑪瑙 上面有金絲形成的鎖 無論有什麼方法 瑪瑙都無法被破壞 所以無法被解開 SCP-001 內裝的可能是整個可見宇宙 SCP-001 還有一把相應的鑰匙 但目前還沒有被找到 SCP-001 是一間工廠 由一個信奉異造神靈的企業家 James Anderson 建立 裡面進行了許多不人道的實驗 也創作出了 SCP 和各種怪物 一群人為了阻止企業家 佔領了工廠並殺害了企業家 對於這些異常物體 這群人有不同的意見 部分被判或離開 最後留下了13個人 建立了基金會 並且稱為歐五 後來工廠受到了被稱為 小仙子的異常攻擊 他們的外觀與人類沒有差異 但是對鐵過敏 歐五們無把抵抗攻擊 並且被屠殺 一位歐五意外進入一間房間 看到工廠的心臟 發現工廠其實是有智慧的 並且會隨著異常物體的使用 變得更強大 歐五與工廠達成交易 工廠扭曲線時 讓時間到回到被小仙子攻擊之前 靠著工廠提供了強大武器 他們輕鬆地打敗小仙子 而根據交易內容 歐五會將低級人員餵給工廠 有時甚至是研究員或特工 SCP-01是一條位於林中的環狀小鏡 逆時針方向行走時 會是持續地上坡 以順時針方向行走時 上下坡數量則是相同的 沒有異常 靠著研究這條小鏡 幾個科學家創作出了各種SCP 並成為歐五 他們建立了基金會 並且隱瞞事實 編造發現SCP的故事 但最後奇怪的事發生了 有些SCP沒有被製造 就憑空出現 並且被收容 而我們才發現 事情原來從頭到尾都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SCP-01-01是由未知金屬所構成的裝置 22公分寬 30公分高 1.5公分厚 上面有一個小螢幕 可以背拔鑰匙 SCP-01-02啟動 SCP-01-03-35 是管理者的紀錄 管理者其實是來自別的宇宙 他們發展出了超科技 卻也造成了多重宇宙崩潰 他們犧牲自己的世界 將管理者送到別的宇宙 以爭取時間 找出避免現實崩潰的方法 從紀錄中可以得知 管理者已經找到並記錄下的這個方法 但基金會目前還沒有找到這份紀錄 SCP基金會研究他們資料庫 發現基金會宇宙其實是一個創作 而這些作者們就被稱為SCP-01 基金會計劃在世界或基金會要毀滅時 會將魔音導入基金會資料庫 來試圖影響這些作者 進而阻止世界毀滅 這篇文檔不是基金會的文檔 而是外圍組織UIU的檔案 UIU是美國FBI的特異事故處 SCP-01就是基金會本身 一開始是一所高中 但內部空間出現了許多異常改變 基金會建築可能有洗腦與複製人類的能力 UIU派遣了兩個小隊 CA3-O5和CA3-O6 O5被影響成為了後來的O5一回 O6的成員則會複製成為基金會的員工 基金會同時也有自我擴張的能力 能將普通的建築改造為基金會的建築 SCP-01是36個人類 卻有削弱甚至無效化SCP的能力 而這個能力會在他們靠近時加強 每當其中一個人死亡時 會出現許多危險的異常物品與現象 造成大量傷亡 死亡後會有一個新生兒代替他的位置 成為新的SCP-01 文檔中暗示世界正脈相滅亡 而這36個人是唯一能拯救世界的人 SCP-01是一個內部有大量SCP物體的設施 這些物體都是Keter 被稱為SCP-01-EK 並且兩兩收容抵消彼此的效果 當這個循環被破壞時 收容間將會受到現實扭曲的改變 成為對人類有害的空間 如果所有SCP-01-EK實體都被釋放 整個宇宙都會被改變 這是一個分成四部分的SCP SCP-01是九迷小孩組成的群體 被基金會透過實驗改造成武器 聚集時能引導強大的能量將東西消滅 一位歐五成員被判 並以SCP-01-E消滅管理員 帶領一群人叛逃成為混沌分裂者 破碎之神教會 將機神的部位組裝起來企圖修復機神 最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金屬異常實體 SCP-01造成了大量的傷亡 最後基金會和GOC合作 破壞了SCP-01 最後發現SCP-01的心臟 並不是真的基神心臟 而是另一個外圍組織工廠製造的驗品 SCP-01是一個有人類外型的起點 自稱是在實驗中被起點吸入的博士 卡爾文迪梅斯特 被一個穩定陣列收容者 擁有操縱重力進而操縱時空的能力 能在敘事層面上完全消滅物體 擁有足以消滅所有異常事物 與其他多重宇宙的能力 SCP-01是基金會 一個被稱為管理者的無形存在 基金會是為了收容它而存在 在孩子們故事中被殺害的 具有人類身份的管理員 並不是真正的管理員 一位認為歐五們腐敗的混沌分裂者特工 卡爾文 殺害了所有歐五後 得知了管理員的存在 成為歐五之一 以繼續收容SCP-01 SCP-01是一張黑糟唱片 異常效應是當被放到資料保存的文本時 它總是會被第一個列出來 所以當它的文檔被輸入後 它在基金會文檔的位置移動到了第一位 成為SCP-01 而SCP基金會的資料庫本身也帶有異常特性 所有在SCP-01頁面寫下的敘述都會成真 研究SCP-01的中山瑪麗博士 用這個能力使自己成為了神 以便從各種異常的威脅中保護世界 SCP-01 西群與人類相似的智慧個體 能在地球及全部宇宙空間內產生 操控異常現象 SCP-01在地球上製造各種異常 來造成人類的痛苦與災難 而這些災難越來越嚴重 各種SCP也被改造得更加危險 歐五一會投票是否要向全球人口 發放高效率自殺防止 避免人類受苦 歐五之二因為SCP-990 預知到了人類在一個有九個月亮星球的未來 認為人類有機會逃上其他星球 作為關鍵票否決了提案 但後來他又再次夢到SCP-990 這次SCP-990被折磨且釘在十字架上 SCP-001在夢中告知了他真相 SCP-001就是人類 他們位於一個有九個衛星的星球上 他們也像人類一樣互相爭鬥 所以他們想出的辦法就是將一部分的人類放逐到九個衛星上 並且對九個衛星居住的人類施加痛苦 藉由知道有其他人來受苦來和諧相處 而地球上的人類是在幾千年前 從其中一個衛星上逃跑而來 但SCP-01沒有放過地球上的人類 他們削弱了地球人類的知識與記憶 並製造一場使人類受苦 而歐五之二其實只是夢到了SCP-01的星球 SCP-01將這些災難稱為愛的表現 並且聲稱將做出最大的愛之表示 驚醒後的歐五之二在絕望下留下遺書自殺 世界上其實發生了五次超自然大戰 19世紀發生了一場全球性戰爭 也就是第五次超自然大戰中 淡量的異常物品被使用 導致了人類文明崩潰 但在之後因為不明原因發生了SCP-001 SCP-01是一個CK級現實重構事件 15次超自然大戰的歷史消失 人類文明恢復 結果隨機的13個普通人 記得這5次超自然大戰 這些人後來各自創立一場研究組織 並最後聯合成基金會 保護人類不受異常威脅 避免重蹈覆徹 13個人成為歐五 最後揭曉其實歐五之13沒有大戰的記憶 SCP-01是在某個不明事件後發生改變的太陽 被陽光曬到的生物會融化 成為一種凝膠狀的生物 SCP-001-A 它們會聚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巨大的個體 並以變形蟲的方式移動 這些被改變的生物喜歡這種狀態 並且會將還沒被轉化的生物拖到陽光下 讓它們轉化 在事件發生後的24小時內 就導致68億人被轉化 故事以為倖存者的角度講述 最後這位倖存者也被SCP-01-A 突入陽光之中 SCP-01-A是一個65000平方公尺的空間 在SCP-01-A內時 人類不會死亡或老化 是耶和華因為摩西的小孩沒有施行隔離 要殺害摩西 摩西的妻子施法製造而成的 在SCP-01-A內發生的一切 上帝都不會知道 人也因此不會死 基因會將歐五一會總部建立在這裡 後來基因會嘗試製造另一個SCP-01-A 卻引進了某個未知的存在 造成大量異常事件的發生 為此基因會開始從研究 改為收容、控制異常 後來因為某些原因 基因會想和上帝維持良好關係 與上帝簽訂契約 限制了SCP-01-A的濫用 以上就是SCP-01-A的上半部介紹 基本上越後面的SCP-01-A 概念就越複雜 內容也越難理解 這邊只是簡單介紹 有興趣的人可以再去看文檔 下支影片會介紹後半部分的SCP-01 內容又更難懂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試試影片 自由幫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算不喜歡吧 希望我組成的SCP和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